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跟史大师为大家带来的是24轮赵国荣特级大师对阵我的对局 这也有点自占解说的味道了 这段期是24轮经过抽签就是黑龙江队对阵北京队 黑龙江队是赵国荣老师是直红对阵我 然后其他的对阵形式是我们队的金波大师 直红对阵黑方的好技超大师 然后张胜红大师直红对阵黑方的崔格大师 然后我们张强特级大师对阵是聂铁文大师 全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的 赵国荣老师作为先手 他也希望自己是稳中进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 对我是这样啊 所以布局阶段呢 赵国荣老师是选用了飞向 向三进五 红方赵国荣特级大师呢 他有东北虎的美名 他呢曾经四次获得全国个人锦标赛冠军 棋风也是刚柔并济 既会大力攻杀 也会细腻的棋风 向三进五呢 也是在他的对局当中也是经常出现 并且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战绩 我呢也是运用自己最近经常采用的视角炮 炮二平四 先就是稳住自己吧 红方选择了马八进七 配方我选择了足三进一 挺足致马 红方兵三进一 他也拱一个足 布局阶段呢 两个人都先把自己马前兵先拱起来 为了将来的发展 我选择了马二进三 红方也选择了G九平八 我选择了G一平二 红方选择了马三进四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黑方马八进七 红方马三进四 这个局面下呢 红方还有常见的一个下法 就是炮八进四也是比较常见 炮八进四的话 黑方将会有马三进四或者炮四进五 应该说也是双方也都可以接受 此盘面呢 红方选择的是马三进四 我们需要说一下的是 就是在上上期的象棋世界栏目 当时也讲解了一盘对局 当时照星星特级大师走的局面 当时就走到这样 当时黑方选择的是炮四进五 从布局阶段来说 黑方也是获得了满意的局势 当然最后是下输了 但不妨碍他布局是军事 这个局面呢 如果走上这个 黑方必须走炮四进五或者马三进五 如果再走向七进五之类的变化 红方马三进四跳起来之后 这样的话 红方又走上马三进四 又炮封上你的这个局 这样红方就是比较有利了 所以我们在四向棋当中 棋友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就是其实四向棋在争夺方面 也是非常谨慎的 对 实战 实战呢 他是选择了马三进四 黑方是巨二进六 这个时候刚才说就不能走向七进五 他就炮八进四了 巨二进六 红方是选择了 不能让他全部站到 不能让他全部便宜站到 红方这个局面下 他是走的炮二平三 在我之前的对局当中 我也曾经下过很多盘 当时我面对的对手 基本上都是走炮八退一的维多 炮八退一 我们可以摆一下 当然走炮八退一 一下我经常都是炮向七进五 然后呢 红方我遇到的经常都是炮拼四 然后我十六进五 十六进五 这个我就比较常见的下过 拼炮 我炮八平一 对 然后鞠吃鞠 退掉 然后打了 打了他这个时候 走炮四平一没意思 炮四平一 我家会有鞠九平六的起 他可能经常会走鞠二进三 我拿炮九退二 或者炮九进一 就经常这么下 从实战结果来说 也基本上都是合起为多 是这样 我对那个局面应该说 也是有点体会 红方赵国荣特技大师呢 他就是不甘于就平稳的局面吧 他希望这些先手对我有所考验 他所以才一本期 他走的是炮二平三 蒋特大 你当时是紧张吗 当时其实对于他这个炮二平三 我也是有看过他这么下法 因为在之前的一些比赛当中 他曾经走过炮二平三 也获得了比较不俗的战绩 所以我也是经过想一下 他这个炮二平三 大概我怎么下呢 也是考虑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也并没有特别害怕 但是我也就按照正常 走向七进五 他接下来要拱冰三进 我肯定不能让他拱 向七进五 按部九八了 按部九八了 他这时候再走炮八退一 这时候骑友们如果下去 平时得注意 千万不能上了这步棋的 这步棋不能轻易的走 鞠九平八 鞠九平八的话 他将会有炮八平二 很巧的 那你鞠必须吃我鞠 你吃我鞠 我就先手打鞠一将 先手打鞠一将 那我再把鞠吃回来 那肯定是划算 就胜事了 这个七友们一定得注意 就不能出这个漏 他走了市 我呢 我实战走了四六进五 红方是走了鞠一平二 我走了炮八平九 这个七如果出鞠九平八 感觉上是就鞠炮被他牵住 有点不好开展 所以说走了炮八平九 红方呢走了马四进三 临场这个局面 我是走了马三进四 这个局面 黑方有一步棋不能走 黑方有一步就是说 这个不能走 不能轻易走这步棋 这步棋的话 红方会有一个好棋 他会走鞠二平一 回来 假如说你动炮啊 你动到这里呢 他把你先踩了 吃了 你动到别的地方 他将会有炮八平一的好棋 无论动到哪里 我们无论就说动到哪些地方吧 无论动到这些地方 他将会有炮八平一的好棋 过话 炮八平一 你要鞠吃我鞠 我打了之后 鞠再出来 就非常厉害 杀空了 是 是此局面下的一个好棋 跟刚才的闪鞠很相像 对对 然后走了马三进四 这个我也很好能理解 他的马离开了 那么您的马上来 对啊对啊 他马吃了我个足 我就马上来 这时候红方是走了一步 鞠二进三 应该说是非常 求变化的下法 在之前的对局当中 可能走马三进一比较多 马三进一的话 一下黑方可能会鞠九进二 红方炮八平四 嗯 黑方鞠二进三 吃鞠 红方马七对八 黑方马四进五 红方炮三进五 就大交换啊 这样 他在走炮四平五 那肯定得骂赌 骂一跳 他在进居江 他对局 这样的话就合起了 嗯 是 在之前的对局当中也下过 讲特大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如果到您这个水平的话 那么我们每一盘棋 是不是您都要给记下来 你可以这样 推陈出新一样 嗯 对 像我们如果用功的棋手的话 当然我现在不是特别用功 用功的棋手 按理说得 每一盘棋就出现了什么棋 都得记下来 并且自己对每一盘棋 都得有自己的心得跟体会 啊 在这个局面下 呃 就是像以前下过的棋 不都得记住吗 是吧 啊 当然赵国荣老师也是 每一盘棋都记住 所以在这个局面 他走到此 他一看 哎 这么下就合了 那没意思 他作为赫赫有名的 东北虎 肯定轻易不甘于 呃 平稳嘛 马上就结束 所以他这时候走了 居二进三 保留变化 居二进三的意思就是 现在不让你打 是吧 嗯 我先保住这个啊 但是您可以挑 挑对局 啊 这样的话 我这时候正好有个 巧对局 非常巧的 啊 先手对局 假如你居对了 我反正马退过来 也保住这个炮 对 啊 假如说七手 红方走 马吃炮的话 啊 我可能居八进六 他如果再走马一进三 我降五平六 这样我平六 嗯 红方如果炮八平四 我将会居八进二 这样的话 你吃了我这个居 我居吃炮 是吧 我就居也能从忍的回来 把你这个马给赶走 对 这样 你啊 偏偏有点马 孤马深入的味道 所以黑方还更划算一些 啊 红方的位置并不好 这样下 嗯 但是这样的手段 好像还是隐语 要注意到 这样的手段 必须要注意的 是吧 有的时候 偷招 正好大字 不一样的情况下面 可能就会出奇了 对 啊 赵国荣老师 如果吃了的话 我吃了 过的话 我又瞄着边边 我这个局势 非常划算 啊 所以呢 红方他这个时候 并没有走 呃 居吃我居 他走了 居二平四 呃 既然不对居呢 啊 我感觉自己居占了一步便宜呢 所以我感觉这个局面 我黑方是挺划算了 这时候我就走了 炮八退一 炮九退一 红方呢 这时候走了个 炮八平九 那他肯定得这样 啊 就是 否则居炮被我拖着 始终是不舒服嘛 啊 这样我走了 居二平三 这我不能再对这个局了 对了这个局之后 因为过会儿 他就炮 又瞄着我这个边兵 然后我的炮又发不出来 他的局势将会更划算 既然 我已经选择了炮九退一 索性我就大致跟你 就是互缠了 所以我这时候走了 居二平三 呃 红方走了炮九进五 把足 要好奇 他就希望炮在下底 然后居在下底 配合这边右马 投入战斗啊 面对这样的局面呢 呃 向甲联赛24轮的一轮对局 对阵的双方是由赵国荣老师 对阵我啊 刚才局面已经进行到此 面对着 红方就赵国荣老师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也必须采取反击了啊 这时候我肯定得走足三进一 也是最强的反击手段啊 足三进一的话 红方如果走炮九进三 啊 我将会有足足三平二 就挡上他的气 这样就不让他居投入战斗 只要不居不投入战斗 我这个局面肯定是不怕啊 啊 当然红方不可能被我轻易的挡住居吧 红方也走得很强硬 嗯 红方走了居八进五 嗯 呃 面对着红方居八进五之后 我是经过了思考 我当时想这个局面 马四退三 第一眼我感觉 哎 马四退三 他不是采双吗 是吧 采双 对对对 我们看看采双 对 马四退三采双 那你如果炮九平七的话 我足三平四 我肯定是占优了 是吧 因为你炮下不去了 只要炮配合不了战斗 而我的居马炮还很活的话 我肯定是占优了啊 我一想他是不是走漏了啊 我一看 但是我经过思考 哎 红方是这么酒精沙场的名将 怎么可能给我这么漏 我后来一想 哎 他可能会有马 是不是有巧奇 后来果真 他会有马三进五的巧招 马三进五的巧招 当时我就在计算了 马三进五 我如果啊我按正常的思维就是向三进五飞掉的话 红方将会有 我回将 炮一将 对 我回向 他可能拘八进四 我马三退一 他可能打了 嗯 我吃了 他就抛三进一 再打我那个马 这样的话 我局面就非常不利啊 那个马要一打掉 呃 一换掉的话 我那个像就丢了 就失手了 是吧 啊 这个就是可能是赵国荣老师在 鞠八进五的时候 我估计他是这么设计的啊 啊 设计的 后来我一想冷汉之谋 哎呦 这是不是不行了 是吧 当时我甚至在想过 就是说 他这个这属于终局的手段啊 哎 终局的手段了 我甚至在想过 是不是可以走 是不是必须得走 鞠三平四了呢 啊 啊 鞠三平四 防止他 但是后来我又经过细算 这个局面是不是我也有巧奇呢 啊 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之后 我也发觉这个局面下 我也有不好奇 确实我马四腿三 红方炮九平七 哦 不是红方 马三进五 对 马三进五 我这个局面下 我有鞠八平七的好奇 我鞠八平七 我先防住你 卧槽 这样的话 我还是踩着你马跟 啊 鞠跟炮 是吧 这样你如果过会儿再动了的话 呃 但这时候啊 不能随意走这个 这个 这个棋不能走 呃 是为什么呢 这个棋的话 如果走这个棋 红方又有一步妙手了 他可以鞠走 鞠八进二 哇 这样因为我这个炮 没有瞄着那个 呃 黑方的那个卧槽码嘛 我就不能打他的鞠了 对吧 现在飞了的话 他鞠吃过来 他就引起了 对 呃 他就会有这个好棋 所以这个不能轻易走这个啊 因为这个是非常容易翻得错 因为感觉鞠还在外面呢 更划算是吧 所以我这时候走了鞠八平七 小七一七好像一种淡淡的感觉 淡淡的感觉 非常巧是吧 啊临场我走了这步棋之后呢 赵国荣老师限述了参考 这步棋估计 我估计是他在鞠八进五 就没有 当时没有注意到的棋 走到了此步之后呢 他进入了参考 反正从当时他的神态来看 其实我对自己这个局面还是挺满意的 哎 他可能算漏了 是吧 呃 但是果然赵国荣老师还是非常有经验 面对着可能自己算漏了的情况 他还是走得非常 他走了鞠八平七 非常顽强的下法 嗯 其实在面临的他 我感觉就是感觉他走漏的情况 我以为自己这盘棋有可能能赢下来呢 是吧 当时我还挺乐观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看实战 嗯 马三进一踩炮 这样肯定得踩掉了啊 嗯 鞠七进四 呃 经过了交换之后呢 现在局面上是我进多了一个炮 但是红方呢 多了我两个项 并且呢 他的马位还非常好 应该说也是红方对我有很大的牵制 啊 这个局面呢 我肯定先得把他的马给赶开 这个是起立了啊 我必须把他这个赶开 他只有马五对三 马五对三 否则对我威胁太大了 嗯 马五对三 嗯 走到此其实我实战走的是鞠七平六 嗯 当时我鞠七平六 我以为自己因为在啊这种局面下 我以为自己把鞠子要换掉 肯定是啊对子对掉 因为越子力越少 我多个子的优势更好嘛 是吧啊 所以我就选择了对局 其实从后面实战结果来看 可能我还是更走法好的应该是走 炮九平八之类的 炮九平八 当然得先走马一进二 可能得先走马一进二 就是说让他退了 我再走炮九平八 这样的话我可能对啊 红方的考验会更大一些 但是这样红方也是大致全在 他可能会走局势平 保留着对黑方的这个牵制也会更大 对是吧 现在双方就是嗯 对对对 很复杂啊 嗯这样会复杂 但是复杂毕竟黑方多一个子了 对对啊 嗯 但当时实战我没有这么选择 我以为我对了局之后呢 我当时以为我对了局之后 我就是能够那个占优嘛 但是从实战来看 红方就处理得非常好啊 他对局肯定得对了 这再不能不对了 对了 吃掉 嗯 这时候红方就走了马三进一 也是非常有 假如说红方走局七退五 吃我这个足 那我吃掉的话 在接下来马炮骑当中 我多子的优势 对 就会慢慢的更加发挥出来了 对 红方这时候就走了个好骑 马三进一 踩我炮 我关了 他吃打了 吃了 其实交换到此啊 你知道吗 临场我感觉 哎我可能还是个赢骑呢 是吧 但是红方确实在 就是这种局面下处理得非常好 没有给我喘息的机会 他走了G7退3 他很冷静啊 很冷静 对 G7退3 那我只能马肯定得往前走了 马一进二 他就G7平五 嗯 他走了G7平五 G7平五 眼看着马上要吃我这个足啊 那我肯定得打出来啊 打 他就走G5平一 我走了炮9平一 再打过来 嗯 我准备G炮兵投入战斗啊 这个时候赵老师走了G1平四 将我 我如果按正常的想法走近将的话 我当时看到啊 他有可能会走G4退二 嗯 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G把我这个冰吃了这样换了 显然是合起了啊 如果我这个时候再下炮的话啊 他有可能会走 他可以 他可以将我 就在G吃我冰 就合了 对对对对 这我肯定不肯啊 这时候我如果走炮一退一的话 他将会有向五近七的好起 嗯 向五近七 我只能用G吃了 不否则打了的话 他要炮三平七了啊 他将会走这个起 我吃了 打了 打了 嗯 他可以马上下冰 过一会儿这个局面 他正好只要红方双冰一并起来的话 他就双式跟向被我吃掉都没问题了 就是啊 炮双冰这样起都是合起 只要他双冰到了这个位置 就是两个冰 比如说这样 嗯 再 对对对 比如说拱到这里 假设拱到这里 这样冰起来的话 那他肯定把你向吃了 向吃了都不怕了 这个起 这些起 向吃了都不怕 对对对对 对过的话就是向吃了这些起都不怕 就是这样啊 对对对 是是 哦 对对对 嗯 是 所以这个起呢 就是啊 就是就是说如果是炮双冰联手 嗯 那他没有是向也是合马炮 对对对 是 啊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我并没有这么下啊 哇 好精彩啊 索性我就只能知识了 那就知识啊 希望知识过后他就没有这样的先手了 是吧 知识 赵老师走到试四进五 他也不吃您的试啊 嗯 他也不吃我的试 不吃我的试 我我在想他 我估计按正常的思维 他肯定是吃了我试 我进酱 他知识 是啊是啊 他可能认为这样不满意呗啊 所以呢 我就继续下底炮 当时我想啊 如果他先吃我试 我进酱 他知识 我就准备下底炮的 当时临场是这样 所以呢 当他知识之后 我认为他不敢知识 我就继续下底炮 当时我还挺乐观 我认为这个局面 可能他是没有办法 所以不敢吃我试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呢 赵老师一想 后来他经过了考虑 他认为这个试是必须得吃了 现在不吃不行了 他吃了我试 我敬老将 敬老将 敬老将呢 他就先披一将 赵老师当时是披一将 披一将这个时候呢 我不能知识啊 知识的话 他有可能会走 巨无推三 巨无推三 因为你吃像的话 过一会儿 他吃了冰之后 泡有 比如说我们知识看看啊 好的 知识 他可能会走巨无推三 这样我要吃像的话 他能吃这个 过一会儿的话 他有泡三瓶五的旗 是吧 对 所以这个我肯定是得出老将 出老将 出老将 临场当中呢 当我出老将之后 赵老师又批了我一将 又批了我一将 又批了我几将啊 批了我几将之后呢 当时我就认为啊 他可能这个是抽部署 因为我们是向架联赛实行的是加秒制嘛 就加三十秒 可能抽部署 可能他也认为自己这个局面不知道走什么了 是吧 越慌 但是走了几个回合之后 洪方突然走了个炮三瓶四 哎呀我就冷汗之冒 因为在我的计算范围之内 他这个炮三瓶四是不行的 因为我当时认为 我可能吃了 是吧 嗯 你就及时下兵 是吧 我马二进三 啊 马二进三 你炮比如说退到 退回来 我就吃你四一将 不杀了吗 或者我拒拔起来 就跟你拒就换拒了 拒你离开我就赢了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但没想到我细算啊 如果到了此局面 我如果继续按照我的马二进三 他将会有一部非常好的戏 炮四退三 哎 这个非常巧 正好绝杀我了 假如说我退泡一退巴士类的 我这个锯在他嘴里啊 对 没法推 是啊 这个局面我反倒输了 对 是吧 绝杀了是吧 所以就非常巧在这个局面下 正好有个这个位置 啊 当时我就冷啊一冒 哎呦 这个棋子怎么正好还有个这样的局面啊 但是我后来一想 这个都很冷静 嗯 都体现出了这个全国冠军的这个风貌 这就是说 啊 只有这个棋啊 他下兵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就一看这不行了 我只能走马二退三 是吧 把他的局要离开中位置啊 嗯 他走了局 先走了局五平七 这个时候呢 我 我走了马三进一 倘若我要是走马三进五的话 啊 马三进五的话 红方也会非常巧 红方可能会走局七平五 哦 这样的话 我如果载马五进七 啊 他可以跑 啊 他不能跑 这时候他不能跑四退的 他跑四退三 我将会有姜 出姜 我推这个 我就轻易的把他这两个给吃着啊 他跑退到夏儿路 他夏儿路的话 哎 这个就很巧了 对 夏儿路 我就想吃回来 哦 我这样吃上这个 但他也很巧 他会有冰三平四 姜我 我垫上 他知识 这个就很巧了 我知识 他就局五平四 披死我 所以我只能姜 姜换局 他换了 我还是这样有 但他也一姜 哦 这样 我从黑方一看呢 是一姜一吃泡 是吧 而红方是 呃 一打局 一吃 一姜 一姜一吃鞠 这样的话 双方也是不便作合 哎呀 好精彩 也是非常精彩 这个局面真的走得非常巧 是吧 想特大 我知道这盘棋是平了24轮的精彩对局 哦 是 比较幸运 而且的话呢 是整个的2015年 同胜棋牌 全国象棋甲一年赛 这家一盘棋 这个是比较幸运了 感谢组委会这个 是给我这样的机会 当我走了马三进一 哦 红方呢 又走了鞠七天五 啊 红方走了鞠七天五 那我还只能马一退三啊 不能把他鞠的给展开啊 这样呢 走了几个回合之后 红方可能认为就鞠五平七也算不清楚 没必要 他所以呢 他走了鞠五退一 鞠五退一 那我走了马三退四 这个是马三退四 马三退四呢 咬着他这个 他呢 又走了鞠五经营 嗯 这样的话 我这样是不能走的 因为我是 我刚才一看 我是一吃鞠 又一吃 我是长吃鞠 像来用马长吃鞠 这个我是犯规的 这肯定不能这么走 呃 另外我一看走到局势 当时我一想 这个我如果马出不来的话 我鞠马炮其实是没有优势的 因为他有个过河兵 鞠炮兵是非常快 他可以骚扰你 他可以骚扰我 甚至他更快 我马投入不了战斗 而投入战斗呢 又来不及 所以我到了这时候 我一看这个也没办法 啊 虽然布局阶段是挺满意 但是我后来一想 这个我也没有走过 走过明显的错误啊 所以只能说话 干个位 是吧 你好像是走了几个回合 我走了几个回合 因为我希望再看看 我是否还能有变的机会 是吧 最后我一看也没办法 只能走了马四斤六 啊 这样呢 换了基本上就喝了 是吧 金老酱 金老酱 啊 他居四瓶酒 瓶酒 对 好像酱了一下 然后就这样 白酱了一下 然后出酱 我出酱 当时您这盘棋下的时候 有直播吗 请你就会问吗 为什么喝辣 这样子呀 对对 这样的话 他就走了居五瓶酒 他把人浆进去了 他把人浆进去了 那对对 那 这个 啊 居四瓶酒 这样就喝了 这样呢 接下来我就吃了他这个冰 他也吃了我泡 双方就是都没有引起的那个机会了 化干戈为一波 嗯 这样最后也是这盘棋以何其告终 很幸运的是刚才如史大师所说 这盘棋也被评为向甲联赛最大对局 那么今天我们的对局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向起世界栏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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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